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由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举办的CPAC第五届华夏节新闻发布会。 那么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晓辉,CPAC传讯与发展经理。 那么华夏节是每年有CPAC组织和华人社团协办的一年一度的大型户外活动, 每年都吸引了几千人的参加。 那么我们今年也得到了大概40个团体的大力支持和协办。 那么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们主席台的各位嘉宾。 那么从左边第一位,左边第一位请是Weberline, 黎洪俊先生,CPAC的副会长。 左边第二位是Wingo王凯荣先生,系列汇款,加拿大国家发展经理。 中间这一位是余守山先生,是本次华夏节的筹委会的主席。 那么在隔壁一位是李伟,枫叶银行,多元文化银行业务,亚洲市场主任。 右边的第二位是吴灵东先生,火花演义制作。 右边第一位是郑星耀先生,CPAC总经理。 那么今天到场的呢,还有很多赞助商以及各社团的代表。 那么首先, 那么下面的盘里部分想好了。 有加拿大 加拿大费营行助理副总裁, 还有还有安卓博网站传讯金一郭冠真。 有多伦多华人艺术家中心,沈谢元。 世界二亚青年协会,宋文忠先生。 中华园棋学校,班军。 多伦多汉府复兴会前,袁翔先生。 多伦多汉府复兴会前,袁翔先生。 下雨后,我们下雨。 准备会前,袁翔先生。 过前。